刚才出了一点小问题 我们接着讲 这个空调上螺丝大多数是顺扣的 顺扣就是那个逆时针旋转 它是松把螺丝松开 那个逆时针它是紧把螺丝拧紧 这个空调这个室外级风扇啊 有个别的就是相反 它是顺时针旋转 是把螺丝松下来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个一般肉眼上你看不出来什么 只有用半熟拧的时候能感觉出来 它这个逆时针旋转是紧 就是这么转是紧越来越紧 然后这么转是越来越松 这个是有些风扇螺丝是这么固定的 但是这个大多数啊 逆时针是松 顺时针是紧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不然你就拧不下来了 越拧越紧了到时候 我们现在开始接着讲这个电路啊 接着这个讲这个压缩机这个电路 我们现在啊 把这个压缩机顶端的接线盖螺丝已经拆开了 把这个接线盖拿下来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接线盖 是这个形状的 这个形状的 这个地方是它的螺丝孔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擦干净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这是个压缩机接线柱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接线盖上啊 都会有有个字母 字母标注C S 然后R 这个C啊 就是公共端 就是我们接黑色线的位置 公共端 然后这个R是运行短 这个S是启动短 S是启动短 这个这个地方 塑料盖里面盖的是过热保护器 或者叫过载保护器 我们现在开始靠近一下 看一下压缩机的电路界线啊 这样看得很清楚 这个 这个黑色线 这个黑色线 是接在压缩机的公共端 就是接在这个端上 公共端 然后这个黑色线 过载保护器上不有两个黑色线吗 这个黑色线 就是接来自于接线座一号线的 一个连接 就是这个 这个 通过肉眼观察能观察出来 接到压缩机的那个 接到那个接线座上的一号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载保护器上 有两个插头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反面啊 这地方有个金属 金属片 在这个金属片的 反方向 还有个金属片 里面有一个铜片 这个铜片呢 它会受热变形 温度 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啊 这个 它会 变形 变形就能把这个 里面的触点断开 在正常情况下啊 在长温情况下 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这个 这个两个 两个点是倒通的 这两个点是倒通的 这证明过载保护器啊 是好的 并且它在 并且压子机 温度不会太高 我们用万用表 给大家检查一下 这是我常用的一个万用表 我们还是将它放在 电阻档上 我们要测它的导通 放在电阻欧姆档上 就它的导通 这过载保护器 是不是导通的 将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啊 分别接触这个 过载保护器的两端 我们就能测出来了 我们现在测的这个组值啊 是 零点几欧姆 接近一欧姆 用万用表啊 靠近让大家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 接触的不太好啊 要不把它拿下来 阻值还会低一点 再一忧母度一点 对固载保护器是好的 它是导通的 假如它测的时候 万用表没有反应 用电阻档的件事吧 它没有反应 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固载保护器啊 可能是太热了 这压塑地太热了 导致它跳开了 或者它特地坏掉了 我们现在把它给固载保护器的线拆开 把它转开 这个线一般都是比较紧的 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字 一直感觉给它挑一下 挑一下很容易拿下来 不然拔的时候啊 很很费筋 特别紧 现在这个过载保护器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字母是过载保护器的信号 下面是生产机器 空调啊 这个过载保护器啊 壁挂式的基本上的通用 它会功率越大 然后它的信号也会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亚塑机 大功率的亚塑机啊 就是皮数大的空调 它这个运转的时候 电流是比较大的 它的过载保护器能承载的电流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过载保护器啊 壁挂式的空调和柜式的空调 是不通用的 不通用的 在这过载保护器的中间 不通用的 在这过载保护器的中间位置啊 有一个可调的一个 一个就跟螺丝一样的东西 这个调啊 是调整过载保护器金属片之间的间隙 因为它会有个触点 调节这个触点的间隙 这个一般啊 那个是最好不要调 这个是很精确的 要有丰富的精炼 对这个非常了解才可以调整 一般是不需要调的 这个更换起来费用也不高 这个过载保护器啊 你看假如我们做一个实验 对吧 用打火机 我们烤这个地方金属片 结果听到里面咔哒一声响 这两个点 它就断开了 这不是导通的 在长蒙下 它们俩是导通的 这个关于压缩机这个公共段 就是C段 连接线啊 我们已经和大家讲得很清楚 讲完了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接着看 这个我们看电路图对吧 一号线我们已经说完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二号线 我们可以看到二号线 它接了三颗线 就是三颗线 三颗线 左边这个是蓝色 右边这个是蓝色 中间这个线接到哪里 中条线 中间这个线 大家可以看出来 看得清楚吗 中间是个 一直到这 到这 到这 中间这个线接的是白色 白色 接到这里 可以看出 这有两个横杠这个是电容 压缩机电容 接在压缩机电容的一端 然后压缩机这个电容的一端啊 接两颗白色的线 一颗接在压缩机的运行端 就是二端上 对吧 一端是来自这个接线座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说的白色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线 就这个线 这是那个接线座上二号线 对吧 二号线 有两 两颗蓝色 一颗蓝色来自于风扇 风扇的蓝色线 一颗来自四通华 其中的一颗蓝色线 另外一颗白色线 接在这个 接在这里 就是压缩机的电容 压缩机电容有两个接线端 对吧 我们这个电容这么矿的 上下两颗 上下两颗呢 就 这颗呢 有两颗白色线 这是很多这个压缩机电容的常用接法 这颗来自于这个接线座 二号线 这颗呢 接在这个压缩机的运行端 我们可以看到压缩机总共三颗线 白红黑 接到这里 就是压缩机的运行端 就是二端 二 会写这数字 就在这里 这个 这个二 压缩机的二号线 我们就看清楚了 对吧 接线座的二号线 上面有三颗线 两颗蓝色 一颗白色 就是这个 两颗蓝色 一颗白色 两颗蓝色 一个是接四通法 一个是接风扇 一个是接那个压缩机的运行电容 运行电容 同时 还和这个压缩机的运行端 运接 就在一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基金字长的三号线 基金字长的三号线 这个 从这个 从右至左储 三号线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 对吧 接到这里 拐个弯 拐弯了 已经接到这里 这个圆形的代表四通法 我们看一下 四通电磁 四通电磁法线圈 蓝色的线 就这个线 接到接线图上的三号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 这个线 三号端 三号端 这个蓝色线 大家看得清楚没有 对吧 四通法是两颗线 两颗线就是这个线 然后接到这里 四通法不是两颗蓝色线吗 其中一个蓝色线 就接这个三号端 就是我们电磁图上 看到的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线 就是 第四颗 从左至右 属第四颗线 第四颗上面 就接一颗线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电磁图 电磁图 四 对吧 四接哪里 四 线从这里过去 什么颜色的 橙色的 他们写着橙色 就到这里 接风机电容的一端 我们刚才说过 亚斯基这个地方 这个标志是接电容的 亚斯基电容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同样的标志 写着风机电容 写着风机电容 风机电容有一个橙色的线 对吧 橙色的线 接在电容一端 我们看一下风机电容 我们在空调的背后看一下 这个就是橙色的线 就是橙色的线 橙色的线 接在风机电容的一端 这个电容不是两端吗 电容两端 对吧 两端 有一个橙色的线 这是就是接线座 四号线 从左至右竹 四号线 接在这里 另外一端呢 对吧 电容不 电容这个两端吗 两端 有一端呢 除了接一个 是接线座来自 来自接线座的四号线之外呢 还有一个 颜色一样的线 这个线呢 就是风扇的线 就是风扇的线 大家看一下啊 就在这 风扇总共有三颗线 三颗线这个 三颗线是红色 橙色 蓝色 蓝色已经接那个 接线座的二号线了 就是共用零线 共用零线 对吧 然后橙色 共用零线 共用零线 对吧 然后橙色 接在 两颗橙色 颜色一样的 接在电容的一端 还有风扇 还有一个线呢 一个红色的 接在电容的另外一端 单独接 接在一端 这是红色的线 这是风扇的 单独接在 接在这个风扇电容的 一端 接在一端 一般的常见 都是这么接法 这个压缩率电容 和风扇电容 都有一个共性啊 它们都是有两端 对吧 两端一般都是 三颗线 三颗线呢 两颗颜色一样的 接在电容的一端 另外一颗颜色 不一样的 单独的接在一端 这就是一个 室内外地的 电容图接线 接线方法 参考电容图的 一个接线方法 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其实很容易的嘛 我们现在 把这个 拍下来 让大家表解一下 这个压缩率的接线柱 我们把这个 压缩率接线柱上的 线 插下来 我们还是要 接线柱了 这个 尖尾线 把这个线插下来 压缩率的这个线 比较粗 比较粗的线 压缩率 会有三根比较长的 三根比较长的线 那么还有一根短的 短的这个黑色线呢 它的一端是接在这个 过载保护器上 接在过载保护器上 刚才大家应该也看清楚了 就是接在过载保护器的一端 是这么 这么插上的 这么插上的 接在过载保护器的一端 线的另外一端呢 接在这个 压缩率的公共 公共端上 就上面标志有四一端的 我们靠近看一下 这个压缩率接线柱 这个就是压缩率的一个接线柱 这个上面啊 有一个胶皮 这是方式绝缘用的 这个压缩率的接线柱啊 就是这样的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端子 在它的对应的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R 这就是硬形短 在这个一端呢 有它的一个对应的标志 写着C 就是公共短 这个是公共短 接来自过载保护器的黑色线 过载保护器上不有两个线吗 有一个短的黑色线 就接在这个C短 公共短 这个S端呢 就是启动端 启动端 启动端 接那个电容的 接电容的 我们现在啊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压缩机啊 怎么检测 怎么检测 电路方面的一个检测 怎么检测 它的一个电路是有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压缩机啊 它是一个电路部分 加这个 加这个机械部分的一个部件 也是空短最主要的一个部件 我们还是要借助我们的一个工具 万用表 这个检测的时候啊 还是将这个万用表啊 因为我们测的是压缩机的电路部分的一个组织 还是借助一个工具啊 万用表 万用表啊 设置在欧姆档上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吧 万用表的档位 设置在欧姆档上 把压缩机放在这个位置啊 把这个万用表 直摸缩 我们先测量一下 这个压缩机上不有接线柱不是三个接线柱吗 我们现在先测量一下这个压缩机的运行短 就是上面 对于有标注二的 对吧 二 一门字母二和细短 我们测量一下 它的组织是多少 看一下啊 是看不太精彩啊 是2.4欧姆 2.4欧姆 这个2.4欧姆是 压缩机接线柱 运行短和公共短的组织 这是标注由R和C的 这两端的一个组织 然后 我们再测量一下 运行短和启动短的一个组织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测的组织是 6.6 6.7 6.7欧姆 对吧 我们上一个测的组织啊 比较小一点 现在测的这个组织啊 比较大一点 是6.6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 6.6 对吧 刚才测的这个组织 运行短和公共短 是 2.4 然后这个运行短和启动短 就是S和R 所以测的组织是6.6 现在我们再测量一下 最后一个组织 就是压缩机公共短 就是它的C短 和启动短 S短的一个组织 我们可以看到万用表 它的组织是4.4 欧姆 4.4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测量一下的这个组织 有一个规律 就是压缩机 S短 启动短 和C短 公共短 所测的组织 对吧 所测的组织 是4.9 对吧 刚才我们再测量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4.5 4.4 对吧 然后啊 这个压缩机 公共短 公共短 和硬行短 所测的组织 是多少 所测的组织 是 就是我们测的第一个组织 2.4 对吧 4.4 加2.4 等于多少 等于6.6 对吧 等于6.6 等于一个组织 就是我们 硬行短 和S短 所测的组织 我们现在测的是 有点无差 6.6 对吧 这就是正常了 这个组织 就是正常的 它的组织就是 有一个最小的 然后一个大一点 一个最大的 还有一个规律啊 就是啊 亚索机 不有个界线柱吗 对吧 三个界线柱 三个界线柱 成三角形排列 但我们所测 有一组织啊 它是最大的 最大的 对应的一个界线柱 对应的一个界线柱 就是接 这个 过载保护器的 一个颗线 来自过载保护器的 一个线 也就是我们说的 公共端 上面表明有 C的一段 大家听明白没有 我们这么样测 对吧 我们测 两个界线柱 它对应 还有一个界线柱 没有测吗 测两个界线柱 对吧 我们会有三个组织 每两个界线柱测一下 每两个界线柱 界线柱测一下 它会对应的 还有一个没测 我们要测 有两个界线柱呢 两个界线柱呢 组织是最大的呢 它另外一个 就是接过载保护器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组织最大对应的一个 是接过来保护器 另外还有组织最大的两颗线 它其中组织最大的两颗线呢 就是二端和S端 它两个都是接电容的 这个压缩机接线柱 总共就是三颗 总共就是三颗 一颗 C端 就是公共端 接过载保护器的 出线 出去的一个线 然后另外两端 都是接在电容 那倒进的 接电容对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电容啊 看一下压缩机的电容 这就是压缩机的电容 对吧 压缩机电容上三颗线 三颗线 两颗白色的 一颗红色的 一颗红色的 两颗白色的呢 一颗来自压缩机 这个 一颗来自接线柱的 二号线 就是共用零线 共用零线 一颗 来自压缩机的 就是也是白色啊 两颗白色接在一起 另外一段白色在这里 就是这个白色的 就这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接哪呢 接在R 还接在R S上呢 它应该是接在R上 运行短 压缩机的运行短 压缩机的运行短 然后另外一个红色线 另外一个红色线 应该是接在压缩机的S启动短 S启动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压缩机S启动短 它接在压缩机电容的一短 单独的接在压缩机电容的一短 单独的接在压缩机电容的一短 另外我们就好区分了 用拍出法 我们都知道什么接线 对吧 压缩机电容两端 总共三颗线 两颗颜色一样的 接在电容的一短 另外一个颜色不一样的线 接在压缩机的S启动短 S启动短 这样我们就知道压缩机是什么接线的 很简单 我们现在在测量一下压缩机的另外一个组织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绝缘组织 因为压缩机呢 它的绝缘也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它的绝缘不好 会造成跳杂了 我们现在测组织啊 大家都知道了 还是满用表放在欧姆党上 放在欧姆党上 那我们怎么检测这个压缩机的绝缘组织呢 对吧 压缩机还 靠近看一下 靠近看一下 压缩机不是有三个接线柱吗 对不对 三个接线端子 或者叫接线柱 成三角形排列 这是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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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取其中一颗 随便哪颗 因为这三颗都要测 先取这个二段 就是运行段 然后和空调外壳 或者是通管 这个都是导通的 空调通管 这是一个通管 通管 然后我们测一下 这个组织到底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万用表 大家看这万用表 万用表的一根表笔 不管是黑色的 不管是白色的 接在压缩机接线柱上的二段 我们先测的是二段 先测哪个都可以 压缩机不是三个接线端子吗 另外一根表笔 不管红色黑色 接在这个通管上 再从晚上 对调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是 十几 十几 十几兆欧 兆欧就是MO 让大家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万用表 十几兆欧 兆欧在这个地方是MO MO 十几兆欧 它这个组织到底是多少欧姆 是属于正常的呢 在两兆欧以上 这个压缩机的接线 就是好的正常的 不会造成跳杂 这种现象 我们再测量一下 它的这个另外一个端子 S端 也就是它的起动端 这个是S端 对吧 将万用表的其中一颗表笔 放在压缩机接线柱上的S端 然后另外一个表笔放在通管上 再看一下它的组织 也是十几 有时候二十几 我们要把表笔 捏紧一点二十几兆欧 这也是正常的 我们再测量一下 它的这个C端 也是公共端 将万用表的表笔 放在压缩机的公共端上 就这个端 公共端上 然后另外一根表笔 放在通管上 你将表笔对调一下 大家看着万用表 对吧 都在十兆欧以上 十兆欧以上 这就是正常的 这个压缩机的绝缘 就是正常的 我们刚才 检测的是 压缩机的一个电路部分的 一个组织 是我们正常的 因为这个压缩机呢 它是有两部分 在上部分呢 是它的电路部分 在它的底部呢 是它的气缸部分 因为压缩机是一个 是一个电路和那个 机械方面的组合体 在它的下部分啊 有气缸 由于那个 那个上半部分 是它的电路 是它的电路 对吧 这个也不能完全 判断这个压缩机是好的 我们还要看什么呢 看压缩机的细排气 等力怎么样 因为压缩机 有两个管 对吧 接线柱旁边呢 这个细管是高压管 高压管也就是排气 不管是制冷 还是制热 这个管 这是街头 可以从这个地方焊开 这个管都是向外排气的 向外排气 它排出是高温高压的气体 高温高压的气体 另外呢 在这个接线座 在这个压缩机旁边 除烟罐上 对吧 除烟罐的形状 和压缩机是一样的 也是个 基本上这个圆柱形的吧 这个管是低压 这个地方是街头 这个地方啊 它进来的 这个空气啊 都是冷的 进来的温度都是冷的 非常冷 这个地方出去的是气体 出去的是气体 高温高压的气体 这个地方出来是 低温低压的液体 除烟罐 除烟罐 用来储存液体的一个罐子 从字面上意义 可以这么理解 除烟罐 这个地方 是除烟罐 它是低温的 低压的 压力比较低的 对吗 我们靠近看一下啊 大家看清楚没有 这就是除烟罐 除烟罐的上端是 接压缩机的低压罐 下端在这里啊 是一个黑字的罐 接在压缩机上 下端在这里啊 是一个黑字的罐 接在压缩机上 从这个地方 就像个黑字的罐 就像个黑字的罐